它有几个重要的特征 这个功能区 再来这边有三个一般工具列里面 第一个报告 这就是报告 这个是资料 第三个是模型 在报告的右边 这是报告区 右边有一个叫筛选 筛选 视觉效果 还有栏位 可以吗 到时候这边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 好 功能区 一般工具列 然后这些报告 也就是我们说的仪表板的位置 还有什么 筛选 视觉效果 栏位 接下来 接下来因为大家要做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 就是取得资料 你有没有发现 常用 常用里面 第一件事情是要做取得资料 所以我现在我会告诉你说怎么操作 等一下你就按照这个操作顺序做完毕 第一点选常用取得资料 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我给你的是CSV的资料 对不对 所以你就直接点这个文字CSV 好 这是第三个动作 第一常用 第二是点下面这个取得资料 然后第三文字CSV 这很像开启旧档 我们档案在哪里 下载 第四件事情 麻烦请点下载 美国超市销货资料 开启 还没有结束 然后接下来 你重点是要去看 你现在的这个模式是 是不是乱码 不是乱码 对不对 现在你有看到任何一个看不懂的文字 或者是符号吗 没有 所以不是乱码 我们就直接点载入 那如果你看到乱码 要修改这边 要修改档案原点 把它改成UTF-8就好了 只是有时候你会看到是乱码 有时候你看到不是乱码 就直接点载入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让它跑 最后跑完 你的栏位会看到资料的 你可以看到资料表的各个栏位 呈现在这里 有看到美国超市销货资料表 然后接下来里面的所有的栏位 都呈现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取得资料的做法 那么感谢你 都没有吃过 你都没有吃过 到我 跟你说 一天 你都没有吃过 大辣 这种 你都没有吃过 你都没有吃过